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10月12号 今天给大家来点生活的 就是北京人爱吃什么 北京人爱吃什么 我觉得北京人就是爱吃枣泥饼 原来我都上道香村去买枣泥饼 我不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我是林彪事件以后 老毛穿沙子 把外地的干部都往北京调 所以我们是七年进的北京 哎呀那个时候 从沈阳到的北京 所以现在还是小学的这些 这个小学六年级吧 在北京上的 那它还是有大茶子味 有点那个沈阳的大茶子味 北京人就爱吃枣泥饼 我是从我自己这个角度来说 我不管怎么说 也在北京生活三十年了 啊 嗯 找匿名咱们在海外怎么做呢 生活一点 这个是买这种 意大利大枣哈 然后蒸 用蒸锅蒸一会儿蒸的软了 你再把核掏出来 然后这是准备的 然后这是准备的 蜂蜜 还有这个菜籽油 咱们就不用那些 不明来路的油哈 当然你用花生油更好 花生油不是很贵嘛 这个菜籽油现在是在德国最看好的 它就又便宜又比那些不明来路的那个混合油啊 像是葵油啊 那些植物油安全 那些看着就好像是地沟油 所以我总觉得是亚洲来的 所以我就不买 好多德国人好像也是都是爱买这个油 你到他们家庭去 基本上都是用这个油 这食材啊 呃 就告诉你准备这些食材 再就是面粉 呃 准备 一公斤吧 一公斤面粉 这一包就是一公斤 就看着给吧 再一个呢 做枣泥饼的同时呢 我还想做一下 就回忆一下北京那个 东四旁边有一个典型店 他每年中秋节的时候都做那个 呃 人家做椰蓉的哈 他做这个这个人家做芙蓉的 他做椰蓉的椰蓉里头全都是糖啊和油 然后但是吃的特别好吃 我就想做那个 对 所以现在现在超市有卖这个 Coccus Lasper 就是 椰子的那个肉啊 叫 Lasper 他给剁碎了 弄成续续 小的木 像木屑似的 然后我就放了一瓶子这个蜂蜜 这样呢 就跟北京的那个 呃 椰蓉馅的月饼的这个这个食材就差不多了 这个做饭呢都是一通百通 再稍微放一点盐哈 做饭都是一通百通的 所以 呃 这些食材准备好了 然后咱们再进行下一步 在海外你是哪去找找找这个枣泥月饼啊 枣枣饼啊 或者是椰蓉月饼啊 北京那个地道的哈 他是那个好像是第二食品呃 呃 第二北京第二食品厂出的 反正就是 还有那个北京那个萨其玛也是 第二食品厂出的 他就有一个特殊的香味 呵呵 越吃越爱吃 好 现在食材就这些 咱们再进行下一步 枣泥饼这边已经蒸好了 就是蒸的很 半个小时以内吧 然后他就软了嘛 软了你就一个一个扒瓶 听着 呃 各种你喜欢听的广播呀 播音呢 评论呢 一点都不耽误 好 准备食材的第二步 一公斤面放到器皿里头 然后把这个 一瓶子 这是多少克 340克 蜂蜜 倒在里头 像围城墙一样哈 咱们小时候不是都爱围沙堆吗 过家的 这跟那个差不多 就别让这蜂蜜从旁边溢出来 然后你就 倒空倒空 油也是 呃 蜂蜜和油起什么作用呢 就是那个月饼的那个软绵绵的那个皮 就起那么作用 蜂蜜太黏嘛 呃 一般人家用糖浆糖浆太熬的过程太费时间 糖浆熬完了其实也就是要蜂蜜的这个黏度 所以我就 发明了这个 这都是 独家蜜方啊 独家发明的 蜂蜜可以代替糖浆 它就是要固定住月饼里面的那个馅 和枣泥饼里面的那个馅 然后外头这个皮又 呃 软绵绵的 松软可口 就是要糖浆多 然后 再 把这个 植物油 菜油啊 我德国这个菜油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呃大陆那个菜籽油那个 难闻的味道哈 异味 来跟郭佳佳一样 然后把这个油再倒进去 过程就是这个过程这是第二步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一公斤面活的就像月饼的皮一样了 你自己手感也能摸出来 只有这样才能 用它呃 糖浆的粘度 呃 也就是我换成蜂蜜的这个粘度 来 固定住里头的馅嘛 固定住它是一个模子 然后再用呃油 我这是0.75升 不到一升 我用了 还剩一 一多还剩一少半吧 这是三百 四十克的蜂蜜 我用了一瓶半 呃你自己加吧 三百四十克再加 呃 另一个三百四十克的一半是多少 这样呢这个面就活成了 反正就是不断的平手感吧 呃 太硬了呢 你烤出来的就是砖头 就是油少了糖浆少了 如果太多了呢 又不是健康食品 咱是要呃 低糖低油 这样呢 又要固定住里头的馅儿 又能呃出了拇指它还不破 就是这个程度 你摸摸也是月饼的这个程度 如果你觉得还是有点沙哈 包不住东西 那么你再放点糖浆 如果你觉得糖浆太黏了 手没法干活 那么你再放点油 油就是起这个呃 包东西的这个作用 就是像饺子馅儿的那个 饺子饺子的那个面呢 它能够有韧性 油其实就起这么个作用 能够能够把那个糖搞得不粘你的手 又能有韧性吧 好 就这样 这是第 三步做完了 食材就准备完了 现在就上包了 把那个枣的那个 蒸完的那个枣的盒 抠出来 它软软的了嘛 放凉了抠出来 然后再 采取剁 辣椒酱或者剁辣椒 剁大蒜的那个那个方法 用擀面杖的另一头 在一个器皿里头把那些 扒了盒的这个枣 再弄碎 就不就就就成泥了吗 枣泥 这食材就准备好了 就剩下的就是包了 和这个面呢也有一个绝招就是 你不用像那个和普通面那样和这也是我自己 呃 发明的总结出来的就是你就往下怼 这个面就均匀了 因为你是借力给力嘛 你往下怼不就是把面都挤压 往一块凝聚 放来扶去的往下怼 往下怼就放来扶去的往下怼 这个面就 就是吃透了 油和蜂蜜 好 下面我再给你们介绍第四步 第四步就是 这是准备 准备 包这些下用的工具 好 这是第五步 准备器皿 这是德国各个 卖点心模具的这些百货商店呢 都有卖 抗250度270度的高温 什么烤都不会出问题 它就是抗高温的一种塑料吧 这就是模具哈 把那个包完的那个东西放进去 它就是里头 另一面就自然 是葵花的模子 这个是大一点的 有人愿意吃小点心 有人愿意吃这个 大点心 在纽约我看那个 这么小的小的枣泥月饼 6美元一个 哈哈哈哈 所以我就知道这简直是太黑了 咱们自己做 然后德国还有一种 这是这个这个金属的哈 刚才那两个是塑料的 抗高温的金属的 这个你也放进去 这个放进去容易比较粘呢 粘呢它德国卖点心的地方有这种 小碗的纸 你就放进去 套在那个模子里头 这样呢你放进去的 任何点心 烧烤完了再扣过来 就不容易粘 都不用扣了 这还有这个 这个 各个 各个卖点心 烤贝的一些工具的那些地方 都有卖这种 小碗的纸哈 纸小碗 这样扣在这个大的这个模子里头 也不容易粘 当然不扣更好了 因为它这个模子已经考虑到了 因为它是软的嘛 不用纸 就是那个金属的 金属的有两种 还有这种大的 直径的点心 月饼你放进去 都要用那个紫小碗 垫底 这个也是这个小的 还有就是 还有各种模型 各种12个动物 这个小模子 金属的这个边 你把那个做好的点心放进去 做好的月饼放进去 就成这个形状 兔年当年我买了这个兔子的这个模子 所以这个就可以 讨出来就是兔子形状的 反正 反正各种模具了 你就是 自己看着办 反正 到处都能买到 好 这是 这是 第五步 展示 母子 中国它做月饼是用一个木头制的 然后带长瓣的 然后上头有这个母子的各种字啊什么的 那个 我试了试哈 那天在一个朋友家里 不行 那个 倒扣过来的时候 出不来 还是这个德国的方法 不用木头 都是铁器和高 抗高温塑料 这样呢 出锅也不沾 互相 好 进行下一步 第六步就是包了 就往里头装吧 跟包饺子 其实大同 吃这些东西都大同小异 一通百通 跟包饺子一样 包了馅儿 然后包元宵也是这样 包了馅儿往里头一弄 然后往模子里头一放 只不过这个都多垫了一层纸嘛 好 就这样 叮嘱一句啊 这个整个的食材的准备过程中 不能放一滴水 他们这个烤东西啊 在西方烤东西啊 还是什么 其实他们好像是火的世界来的吧 他们从来都不蒸 中国都是蒸啊 都是用水 水做完的东西你就不能放嘛 一放就硬了 他这些面里头全都不放水 就是油 就是油 糖浆 法尼拉 香肠 这些东西 自己喜欢的吧 所以他就放了酒 放时间长还越脆呢 保管的好的话 好 好 记住啊 一滴水都不能放 在面里头和食材里头 有一次我到买了那个土耳其商店的枣泥饼 哎呀 都是沙子 所以说咱们还是自己做 想吃到北京的枣泥饼只能自己做了 没有枣就买他们那个市场那个 是意大利枣还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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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枣 反正就是那个枣呗 只要是枣基本上味道都差不多 好 最很重要 不要有沙子 还能常常吃到北京风味的枣泥饼 就是这样的几个步骤啊 这个烹调也好 还是烤这些点心也好 它这个工艺过程 其实好多东西也跟这个修炼一样 要借力给力 要大器 你要放在小器皿里头 你捣半天 这么粘的枣 你怎么捣碎啊 捣成枣泥啊 所以你就放在大锅里头 用大擀面杖 然后借力给力呢 就是放在地上 地是硬的嘛 然后你就捣捣捣捣 这样才能出枣泥 因为这个枣捣成泥 它粘嘛 粘它粘在那个擀面杖的头上 你根本捣不动的 那么只有我这个办法 借力给力 放在地上 这样往下堆 这样你就能很快 轻而易举的搞出枣泥来 食材的心就有了 枣是凉的时候扒了糊 然后再蒸 蒸完了马上用擀面杖 这样在大锅里头 长瓣的擀面杖 这样这样 来回的倒哈 堆 这样呢 才能容易成这个枣泥 我这个今天好像是 程序有点搞搞反了 所以后八 蒸完了后八那个枣核 这样呢 枣就凉了 凉了呢 你再用擀面杖 堆成枣泥的这功能 就有点不太容易 就是你凉了嘛 它年年的就发硬了 你要是刚蒸出来的 那就是 非常容易倒 一会就成倒泥了 我这凉了就费点劲 记住啊 先把枣核 然后再蒸 然后马上就可以倒 这样子热热的烫烫的 那个时候 最软嘛 这个时候最容易倒 倒成枣泥 千万不要凉了 凉了不好倒 嗯 又硬又黏 又费力 看 这个 一个小模子里的 这个小月饼啊 咱们就 冲秋节已经过了 咱们不是做月饼 就做枣泥饼 就是 你把这个 和好的 油面 和护尼克掺在一起揉的这个面 弄成一个锥子型 就像包元宵那样 也像圆艺工人那样 不是圆艺工人的 陶艺工人 陶艺工人 他就是转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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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个陶的碗和器皿就成了 然后这不是里头有 有 有一个 凹进去的锥形的一个 放线的这个空间嘛 你就拿这个 也就是一个 枣那么大的枣泥吧 那么多的枣泥 然后放进去 然后 面 它锥子型嘛 放进去就 面一捏 它就 再一搓 它这个蜂蜜和油面 它就自然的是 非常像橡皮泥似的 然后再放在这里头 然后再一按 啊 放在这里头 放在这里头 再一按 按出来的就是月饼 这个高温 烫高温的这个 烤点心的这个模子呢 就不用放那个纸碗 那个金属的那个 能粘住 木头的那个也能粘住 那个就得放纸碗 或者其他什么 反正隔层吧 这样好扣出来 要不然你烤熟的你也扣不出来 扣出来也碎了 好 这就是每一个基本上都是这个过程 再给你做个示范 就是这个圆球球 你就给点一下一个眼 然后就顺着这个眼 你就转 转 转 像陶义工人那样 转 转 转 这样就 越转越大 越转越大 就成了一个锥子形吧 锥子形这么大的眼 你就可以放线了 放完了下 你再一揉 一搓 一圆 它这个面 油和蜂蜜搞的面嘛 它就特别容易听你的话 然后放在这个模子里头 然后一摁 嘿嘿 这就是一个月饼 摁成了 然后再烤 150度 20分钟 25分钟 中间呢 再刷一层蛋黄 这样呢 就是黄焦焦了 好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好 甭管是这个饼 那个饼 只要是类似于月饼的软点心 都是这个温度 这个 140度 那你就烤30分钟 150度 你就烤20分钟 就是这样 好 那就这样 看看 鸡蛋黄 鸡蛋 不是 这个这个这个 在这个抹鸡蛋黄之前 给你们看看 我这个模子 他这个模子的底下那面有花嘛 他就是到最后出来的点心 就是有一面正面是有花有图案 嗯 这是大的这个大的这个我包的是椰蓉 我没包枣泥 因为北京那个椰蓉的 馅儿是里头含满了糖啊 糖的姜啊 我放的都是 一种蜂蜜 蜂蜜 这样呢 就是 烤出来的就是 这类似于椰蓉月饼的点心 这个是另外一个小直径的 也就是五公分的直径吧 揉成一个球包完了 枣泥在里头 然后最后一摁 然后最后一摁 这个鸡蛋黄呢 你要是没有刷子 咱们涂法上马 这个餐巾籽啊 厨房 厨房用纸 给它 叠成一个棍儿 然后就 在这些上头抹鸡蛋 这样烤出来的就是 焦黄焦黄的 150度 25分钟或者20分钟 反正你经常看吧 上下层都是热啊 就是上火下火都打开 好 这是关键的玉环 双层火烤 150度5分钟以后呢 拿出来 都抹上鸡蛋黄哈 鸡蛋黄 然后 包括这个围犬你也要大到无形 大怎么着呢 它这个 西方世界没有咱们中国的围裙 所以咱们就给它 厨房衣服反穿 这样扣子寄到后面去 前面不就是围裙了吗 借力给力呀 好 所有的 月饼的 这个 露在面上的这一面 上面的这一面都给它抹上 鸡蛋黄 这样烤出来的是 黄黄的 要不抹也行 我原来就不抹 不抹不行 试了一下 那个黄度不那么 色香味嘛 中国烹调都是在乎色香味的 不抹就不黄 不黄不好看 不好看没有食欲啊 说生意嘛 咱们是给自己烤哈 人家都是为了考虑 又健康 又不是颜色 吃什么颜色 吃什么颜色 这又就是鸡蛋黄 中国老土中这些办法是可以的 好 现在再接着 继续烤 看啊 这面 这反面 这一面就是 你就看它这个模子 最后扣过来就是非常好看的一个 点心 你看这面也都是 非常好看的一个葵花 表面的点心 这都抹完了 抹完了就 150度 25分钟 接着烤 祝大家周末的愉快 谢谢大家 下面看一看 这是补补丁哈 用所有的面 把这个 因为它就像枣泥一样 不是像那个 橡皮泥一样 就补补补 然后再用 擀名杖 这现在我们是做那个 枣泥 双加成面 双加成的那个枣泥条 也就是枣泥饼干吧 然后再擀完了 拼完图了 擀完了 然后你在 就是在那烤箱的油脂上 擀完了 都均匀了 你觉得 就开始放 这个枣泥 然后放完枣泥以后 再放一层面 这就是双层的一个饼干 点心就出来 枣泥点心 然后你再用这个 刀的背啊 去给它切成 你喜欢的一条一条的形状 你是喜欢窄的还是宽的 然后 切完了 哎呀呀 在这个动作之前 先抹这个 蛋黄 然后 或者烤五分钟再抹蛋黄 也行 大同小异了 这样就一面黄 好 给你们看看 这是 点心烤好了 150度 我放了一百二十 一百五十五度 就稍微黑了一点 我喜欢黑的 黄的多好看 黑一点好看嘛 黄焦焦的 这就是 这就是 二十五度 一百二十分钟 一百二十 一百五十五度 二十五分钟 就算烤完了 现在我们在做这个 饼干条 就是双面加成的 包的这个 枣泥 好看不好看 色香味俱全 鸡蛋黄就起这么个作用 所以 咱们看到的黄 那可不是面 面粉的黄 那就是鸡蛋黄的黄 所以月饼才能保持那么好看 这饼干 调的第一层面 在下头 然后上面要放的是枣泥 这个枣泥你必须均摊开 然后一点一点的摁平 要不然太黏了 又那么干 你根本摁不动的 所以你就得一点一点的 像拼图一样的散开 然后再摁平 然后再另外一层面 再附在上面 然后再用刀切成你喜欢的形状 然后再抹上鸡蛋黄 好 上面这层油面 也就覆盖完了 覆盖的差不多了 然后就用擀面杖擀 这都在一个平面的桌子上擀 然后再拉到烤箱的那个板上 因为那个板有四个隔嘛 四个边缘你没法擀 然后呢 都擀的差不多了 也均匀了 再切 再切 用切菜的刀啊 切 切成你要的那个细长条 但是